诗篇第120篇 我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耶和华 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 救我脱离诡诈的舌头 诡诈的舌头啊 他要给你什么呢 他要加给你什么呢 就是勇士的利剑和裸腾木梢的炭火 我寄居在米社 住在基达的帐篷中 有祸了 我和恨恶和平的人同住得太久 我希望有和平 但我一说话 他们就要征战